今晚我们要吃什么 少碗一句话 让正在戏耍的神仙们纷纷停下手中的游戏 悉数回到院中 展开了热烈而又没有价值的讨论 其实 对于莫然东华哲人这些洪荒尊神来说 吃不吃饭是无所谓的 但沉睡了几十万年的少碗始终对着陌生 那几十万年的世界有些好奇有些陌生 醒来之后应住在昆仑须 对莫然以及一众弟子照顾得很好 还有滚滚和阿里养的小仙童可以时常让他逗了 去到九重天更有凤酒东华白浅夜华照应 自然也是万事妥贴 如今到了这凡事 今晚又准备塑在这荒山野谷之中 少碗一方面好奇另一方面 也着实是想要尝一尝人间的美味 莫然向来沉默寡言 但却心细如发 见到少碗的神情 心中已对她的心情略猜的一二 开口道 这有何难 说着黑色宽敞的袖子轻轻一挥 眼前便出现了各种食材 莫然略有得意地看着少碗 谁知少碗竟眉头一正 道 这还不是你们神族的把戏 我想要的是实实在在凡间的食材 通过耕种雨水种出来的食材 莫然听闻 陷入了沉默 原以为了解少碗 却没曾想 就连她如此简单的心思也猜不到 众人见如此 一时间也都陷入沉默 半赏 吃吻从棋盘处站起身 对一旁的话一说道 话一 你去市集买些食材回来吧 食材都有什么你知道吧 吃吻一脸不放心地说道 话一听到吃吻的吩咐 先是一愣 转而说道 少煮 我倒是知道食材都是些什么 可 为什么要我去啊 因为就你一个孤家寡人啊 哲人在一旁调笑道 话一无奈 一脸委屈地看着吃吻 他不是不想去 而是早晨才见到吃吻入梦斗法 醒了之后脸色一直不好 话一非常担心 生怕自己一时不在吃吻身边 出了什么事没人给他当帮手 因此才一脸委屈 吃吻见状 微微仰起头 瞅瞇着眼略带笑意地看着话一 就这样 话一在自家少煮满含笑意的眼神中外下阵来 随即化身一只黑色的大鸟飞出了山谷 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 话一就来到了市集 眼花缭乱之间 是这个也想买那个也想买 原因是听到商贩说这个补身体那个养性护肝 总之 但凡是极有的 但凡话一问的 没有一个不是滋补胜品 这导致大约一炷香的功夫 重新出现在众人面前的话一肩挑手拎了一大堆食材 话一得意地想着 凡间的东西滋补肯定还差点 但聊尚余无吗 看着眼前这一堆食材 众位平时食指不沾羊春水的神仙犯了难 东华帝京在旁 公然请凤酒做菜可是谁也没有这个胆量的 可如果不请凤酒 这群人还有谁能做呢 帝君看着这满满当当的食材一时间有些头疼 这么多食材若是小白一人做 少不得要累着 原始陪小白来凡间游玩散心 还没怎么玩那小白昨日就受了风寒 今日若是再劳累 岂不是更难过 于是帝君在众人似乎乞求的目光中 微微侧身将凤酒揽入怀中 警惕地看着众人说道 小白身体不适 不能给你们做饭 据是米提议 那不如就让墨渊做吧 帝君盯着少婉 一字一句说道 众人见帝君一脸不可商量的模样 又见凤酒躲在帝君怀里一直偷笑 也着实拿他没什么办法 少婉更是一脸期待地看着墨渊 墨渊想了想 又看向了叶华 叶华一见墨渊看着自己 原本想着转头假装没看见 却被墨渊喊住 听小时期说 你做饭的手艺也是不错 如此便请你同为兄一起吧 墨渊此话 客客气气 但又搬出了白浅 因此由不得叶华拒绝 叶华只好百般不情愿地松开 牵着浅浅的手 开始整理话意买回来的食材 一边整理一边说 买这么多做什么 吃得完吗 少晚见晚饭有了着落心情大好 听到叶华的话 更是替话意解围 吃得完啊 若是真的吃不完 那便是你手艺不好 若果真如此 今后如何照顾的好白浅啊 少晚自醒来之后 常与墨渊冬华斗嘴 因而十分迅速地学到了 打折打齐蹭的技巧 对待叶华 凡是搬出白浅 那便没有不胜利的道理 因此 在听完少晚的话之后 叶华说道 是 少晚嫂子说的是 这些食材一看就是极好的 但我同大哥给你们露一手 少晚听着这话 扑斥一笑 朝着白浅说道 如此可叫哦 白浅也是欢快的一笑 看着叶华 墨渊听了叶华的话 自己则是微微皱了皱眉 但很快就梳掌开了眉头 这一幕被一旁的哲言看在眼里 哲言因此笑道 叶华斤的手艺我虽未清长 但也有所耳闻 只是墨渊 同你一样 沉睡了些时日 这一醒来第一次做饭 怕是 有点手生吧 这样一边说一边事实地看着少晚和墨渊 墨渊不语 只是处理着手中的食材 远处看着的成语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身边的连颂道 话不多但却做事很多的男人却是很吸引人的 连颂一听 眼珠左右看了看 帝君在和凤九轻轻握握 哲言和吃吻解着棋局 话意又凑到了白珍身边 少晚和白浅正坐在帝君和凤九对面一起品茶 会做事的男人 连颂想了想 假装不经意地走到墨渊身边道 我来给你们打下手 成语见状 偷偷地笑了笑 此时山谷中的雪仿佛下得更紧了 雪花也比刚才大了很多 凤九打了一个喷嚏 东华帝君随即为凤九拢了拢大厂 与此同时 吃吻也打了一个喷嚏 凤九转头看着面色依旧发白的吃吻 正想开口 只见白珍白秀一舞 瞬间一个透明的仙帐笼上了整个院落 仙帐之中似乎还透着温暖的热气 仙帐外则是飘扬的雪花 那雪花飘落下来 砸到了仙帐上 因此整个仙帐的边缘处一直在弹动 看起来灵动活泼的紧 凤九白钱少碗成玉裹着大厂 看着仙帐外的雪花出了神 东华帝君则在一旁搂着凤九 闭起眼睛养神 哈哈哈哈 果然你小子继承了祖龙的智慧 了不得了不得 众人被哲言爽朗的笑声吸引过去 原来吃吻哲言一直在对着一盘棋局思索着 眼尖一盘死局已定 吃吻一子落下 却满盘皆活 此棋局哲言同许多人下过 但都没有识破其中玄机 哲言一度以为止四海八荒的青年 才俊恐怕无人能结此棋局 如今没想到却是祖龙的小儿子率先解开 哲言不由的心情大好 站起身来画出一张古琴 坐定 看着吃吻 做了个琴的手势 只见吃吻也默契地画出一只笛字 不是别的 就是那通体红润的红玉笛 吃吻手掌略过红玉笛周身 红玉笛散发出来的红色光芒瞬间掩藏 看上去就如同一只普通的红色玉笛子一般 哲言满意地看着吃吻 指尖轻轻移动 拨动了古琴弦 美妙的乐曲就此传来 而吃吻则是站在哲言时间 吹起了笛子 古琴声温润醇厚 玉笛声轻亮明朗 两两硬衬 瞬间这空山幽谷中全是天籁之音 合着仙帐外的雪花 拌着仙帐内的红玉 呼应着不远处的桃粉杏白 这场景只因天上有 未曾想着凡事竟也有此一见 持吻白衣圣雪 折眼粉红潇洒 衣白衣粉 宽大的衣袍也轻轻摆动 凤九白前少晚成玉衣众女仙 不禁看得呆住了神 久久难以自拔 若不是东华帝君不合十一的哼一声 恐怕这几位女仙连晚饭都不想吃了 一边时空山幽谷 白雪飘飘花满树 另一边则是迷幻腰界炫彩流离 暗流涌动 林旭一边看着手下传来的公文信件 一边频频点头十分满意的样子 原本妖妹的脸上更因为什么好事情 更加带有几分邪恶感 大殿之侧用于震慑众人的假的 姚玉红玉笛散发的光芒越来越耀眼 与上古圣物真的红玉笛不一样 姚玉所造的玉笛周身通红 但那红色刺眼夺目 寻常小仙小妖看到这光芒会感到眩晕 而女娲娘娘不偏所拣选下的玉石座的玉笛虽然周身通红也泛着红光 但这红光温润 至于阴暗处还能照明 不去洞法术是不会伤到伤灵的 林旭看完公文 又侧目看了看玉笛 站起身走出大殿 几时归去 做个闲人 对一张情 一壶酒 依西云 哲言在听到东华冷哼了一声之后 一脸悠哉惬意地伴着情声说道 说完 情声渐停 笛声渐弱 山谷中吹烟渐起饭菜香渐渐扑鼻 这凡间的一天是急不经过的 仿佛才是一盏茶的功夫 山谷中天色就暗了下来 仙杖中也逐渐暗淡 吃稳收起笛子 看了一圈后 施法将被仙杖笼罩的院落 四周挂起了明亮的琉璃盏 瞬间仙杖之中又仿佛回到了白昼 经过墨渊和夜华 以及连颂可有可无地打下手之后 一道又一道看起来很不错的菜品 被端上了早已画好的长桌之上 下时间仙杖之中逐渐生腾起了 令人垂涎欲滴的饭菜香味 奉酒拉着东华的手率先来到餐桌 一边看一边点评着每一道菜 还不忘在自己偷吃的时候 给东华喂一口 少晚一面瞧着凤酒和东华 一面心下感叹 随后看着忙忙碌碌 坐着收尾活计的墨渊 不禁入了神 待醒神时墨渊已经站在他眼前 正牵起他的手准备入座 凤酒等人也早就做好 此时一群人争一脸 暧昧地看着墨渊和少晚 笑而不语 待二人落座 凤酒赶紧招呼众人用饭 众人动起筷子 虽然表情不似吃凤酒做的饭菜那般享受 但也绝不像吃地精做的饭菜那般 生不如死 仙帐外的血依然没有停下 飘飘洋洋 山谷中也逐渐起了风 仙帐外那些不太惊得住风吹的桃花杏花的花瓣 纷纷离开了树枝 随着山谷中的风卷入了一桶飞舞的雪花之中 仙帐内众人饭壁 因饭后着实有些饭懒 此时谁也不想去洗刷那些碗盘 索性各位都是神仙 东华帝君虽被自己夫人明令禁止 不允许在凡间使用法术 但其他众位神仙却可以任性 因而清洗碗盘这等小事就被成玉援君代劳了 雪下的玉发紧了 白雪中夹杂的花瓣也越来越少 仙帐外的山花几乎都凋落了 一副残破景象 凡间精致最是真实 山花烂漫是真 随风凋落也是真 不似九重间却花草树木是永不会颓败的 凤九在经历了生死之后 反倒对这凋零的精致别有一番欣赏喜悦 此时的凤九正牵着东华的手 站在院落大门处 静静地看着这仙帐外的景象 全身贯注的样子倒叫东华帝君 盈盈有些担心 东华帝君从未见过凤九如此模样 不同于打造剑侠时的专注 那时的凤九虽然专注 但举止间依然活脱脱少女情怀 而如今站在自己身边的 这只几万岁的小狐狸不仅专注 身上更是流露出一种气度 这大概就是君王之气把东华 不仅想起了九重天上凤九 缩食小阿黎下注 在自己名下时的一戏话 东华帝君笑了笑 他的小狐狸长大了 不再是从前的幼狐了 如今长成了一个四海八荒 皆尊敬的女君了 东华想着 手上也加重了握着凤九手的力度 仿佛是在提醒凤九 也是在提醒自己 她不仅是女君 如今更是自己的帝后了 是一十三天太成功东华 子服少阳君的夫人 月帝云皆慢一尊 玉奴终不复冬婚 临春节起荒荆棘 谁姓悠香是反魂 妖戒奇花一草不比神族各出的少 散发着浓郁香气的植物也比比结实 此刻的灵须 身穿一袭白袍 卸下环佩 头发随意披散着 几经辗转 约回过几处清幽小径之后 灵须来到了腰界一处 腰气顶上四翼的洞口处 站在洞口巷里望去一片漆黑 有一层掺杂着黑色的用法术 种下的结界封住洞口 灵须站在洞口前 双手抬起驱动竖法 一道亮光闪现朝着洞口结界中间飞去 一瞬间 那泛着黑色气息的结界从中间分开一个入口 灵须随即走了进去 洞内漆黑不见五指 顺着洞口进来 一直直走来到一处有着两条路的分叉口 一条从远处泛着红色的光 另一条这是泛着幽蓝色的光 灵须随即走向了幽蓝色光的路 在几经蜿蜒交错的小路来到一个一处灯火通明的大堂 堂中几个黑衣男子见到灵须纷纷行礼 拜见君上 灵须袖子一会算是免礼了 接着灵须来到大堂中央 再次驱动竖法 不多时堂中央的石盘之上便出现一方冰榻 冰榻之上躺着一个面色苍白容颜交好的女子 一身金色凌凌的衣裙 灵须身后的几个黑衣男子皆不禁叹道 好一个美人啊 灵须听罢 微微一笑 看着踏上之人 道 美则美意 却没什么智慧 身后黑衣男子们这是相互一笑 东华帝君 夫人 我们烤地瓜吧 东华 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呢 少婉调侃 凤酒撒娇